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此可见 学会心安真的很重要 虽然这两个字看起来简单 但你细细品味就会发现 只有做到心安你才会幸福 所以当你苦苦寻找幸福的时候 不如安静下来感悟幸福 把美好的画面变成心灵深处的温暖 把烦恼的抛到九霄云外 1.一个人安静下来才能变得更强大 生活很忙 我们都来不及思考 就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我们来不及清理头绪就开始说话了 我们来不及准备好就要登上人生舞台了 我们来不及冷静一小会儿就对别人发脾气了 心静的人心明如镜 一个人心中亮堂堂的 那就看什么都是灼灼放光的 心是温暖的 感悟到的时光 都是春暖花开的时光 心是通透的 就什么事情都可以想得不开 弄得明白 不糊涂 在人群中 越安静的人越有权力 越孤独的人越有能力 越有权力的人越不引人注目 一个安静的人表面上看起来是静止的 但内心却有一种力量 我认为他不容易欺负人 他的眼睛很有力量 事实上 一个沉默的人 内心的声音比任何人都要大 事实上 一个沉默的人的观察能力比任何人都强 一个沉默的人看似无可争辩 其实是在比较低的态度寻找机会 我羡慕那种不惊慌的人 他们面对危险很平静 面对深渊很自信 至于诸葛孔明坐在高塔上唱着空城记 更是让后人惊叹不已 有必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在支持 以应对变化而不必恐惧 诸葛孔明敢于冒险 心战的胜利在于他有一颗强大的心 面对困难 诸葛亮那颗强大的心起着冷静的作用 所以治病的一个重要方法 就是让烦恼飞一会儿 在烦恼短暂飞扬的时刻 我们可以调整心态 也可以用与世隔绝的心态去处理各种烦恼 也可以用将心比心的心态去处理 也可以用冷静开朗的心态去处理 或者我们可以反省自己 这样我们将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持我们的心 保持我们的心清洁和不受干扰 并清除自我迷失的可能性 在生活中 尤其是与他人发生冲突时 当被他人误解或质疑时 不必立即做出回应 如果你马上做出回应 你会很担心的 我们可以调整呼吸 深呼吸 让我们的烦恼飞一会儿 这个短暂的停顿可以很快地消除愤怒 怨恨 迅速地清除我们的情绪 我们会留给自己的时间去思考问题的原因 然后我们可以找到具体的方法来处理问题 这是一种能力 也是一种智慧 而这种能力和智慧 得获得必须通过生活的体验 通过信仰和时间的培养 通过这种练习 一个人可以拥有一颗纯洁而强大的心 二 一个人安静下来才能更自由 县运大师说 世间不管如何 能开动乱 在悟到的人看起来千差万别 仍然贵于平等 动乱颠倒 终于贵于寂静 一个人越安静越活得自由 是内心感悟到了自由 就像一缕清风 慢悠悠地来 轻轻松松地离开 来去了无痕 真正的安静 不是你身处安静的环境之中 甚至你身处闹市 但并不感觉喧闹 而是活出了自己 与他人无关 当一颗心感觉乱糟糟的 看什么都是无趣 痛苦 烦躁 可恶 结果就是整个人生都打乱了 活得毫无头绪 故承在门前里写道 草在结它的种子 风在咬它的叶子 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有门不用开开 是我们的 就十分美好 是不是你也感受到了 这几句话的美好 是不是想要这样的生活 其实如此美好的生活 是因为自由自在 草是自由的 自由的开花 自由的结果 风是自由的 自由的来 自由的走 自由的摇动叶子 我们是自由的 均匀的呼吸 自由的看风景 什么都不想 什么都不做 一个人 越自由 越幸福 真正的自由 不是散漫的 不是建立在 别人的痛苦之上 而是靠自己挣来的 上半生努力奋斗 下半生享受奋斗的成果 面对浮躁的城市 要些会让自己安静下来 少些追逐的愈鹤 曾经的得失 都一笑而过吧 不必计较太多 只要精神上没有枷锁 比再多的拥有 都要强上百倍 有时调整一下自己的方向 或暂时退一步 会让自己走得更好 后退也是一种前进 其实更需要勇气 古人说 尽其迎人 人不得而过之 活得安静的人 不再是哪个年幼无知的人 不再是那个欲望缠身的人 不再是那个心乱如麻的人 就像某个田径的夏夜 有微风拂过 有阴火中在飞翔 天上有月亮 星星 你可以在夜色里打盹 也可以和心爱的人 互相依偎 还可以和孩子一起数星星 或者你只是睡着了 发出了轻微的憨声 人生到了一定的阶段 就应该慢慢安静 把一切看平和 看淡薄 安静于内心的丰富 从来都不冲突 内心丰富的人 既不害怕孤独 也不害怕人群 因为他们既可以独处 也可以在人群中 保持一份 天淡 平和 三 一个人安静下来 才可以找到初心 作家马德说 从自己出发 然后回到自己 这是一个人的狂欢与悲喜 有什么与没什么 多一点与少一点 不必说给谁 也不值得说给谁 安静就是成下了所有 也放下了所有 人生路漫漫 你到底要活成什么样子 要得到什么 乡村的人 希望住到城里去 享受城里的热闹 就是老大妈 也希望去城里 跳一跳广场舞 到小公园里走一走 看看琳琅满目的商场 小城市的人 希望去大城市生活 因为大城市的人 活得更有面子 还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创业的成功率更高一些 大城市的人 希望赚很多的钱 买大房子 或者去国外 一个人到底需要什么 活着的本身是什么 小时候 老师问我们 长大了 你要干什么 我们说 长大了 当美术家 数学家 教育家 科学家 航天员 可是 我们都把理想弄丢了 因为当初定下的理想 并不符合人生发展实际 也因为要赚钱 不能空口说大话 理想再高 也要吃饱穿暖 才有机会去奋斗 一个人赚到了钱 却为什么不快乐 不是缺一小时 而是活得很迷茫 不知道自己的未来 到底要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都是普通人 都会有欲望 希望赚钱越多越好 房子越来越奢华 车子越来越贵 这是一种本能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都变成了爱攀比的人 甚至有的人 心生恶念 不择手段赚钱 当你安静下来 忽然发现一辈子 需要的东西 只是那么多 人生一世 草木一秋 终归变成尘土 三字经里写道 人之初 性本善 我们的初衷 都是善意的 吃饱穿暖 帮助别人 和睦相处就好 如果你能坚守这样的初衷 那是何其幸运的 心中有了满足感 服从心生 人心本无然 心静 自然清 每个人的心 本来就是干净的 只是后来有了梦想 还有了欲望 还有了恶念 于是乎 活得恍恍不可终日 如果有一天 你的心安静了 人生就清静了 福气就像泉水一样 在心间流淌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传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